Hello 大家好 我是魔人Safi 今天想說說的就是 其實未來攻刺褲 它也會成為一隻蠻好的寵物小精靈 因為它可以進化到叉字褲 最大的分別跟之前的兩隻進化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它會速度提升不少 當然攻刺褲這麼容易抓的時候 對於一個新手來說 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容易做的寵物小精靈 加上官方也公佈了 當然不是公佈這件事啦 公佈了會有更多寵物小精靈 包括這個進化模式 所以攻刺褲... 不好意思 波音褲應該是一隻蠻好的新手 又或者老手用的寵物小精靈 因為無論你能夠抓到 你這個IV 高和技能 也是一隻蠻好的寵物小精靈 想當年小智剛剛開始的時候 捉一隻綠毛蟲也是這樣捉 大家為何要嫌棄波音褲呢 對嗎? 攻刺褲 哈哈哈 所以大家可以捉定來等劉袋有用的時候 接下來這幅圖就是衣貝 我相信衣貝增加的會有月衣貝和太陽衣貝 分別在這邊呢 其實太陽衣貝的特攻 技能攻擊應該會比較高 而且它的速度也會比較高 那麼月亮衣貝又有什麼用呢 按照這個圓柱的推理呢 即是忠於這個寵物小精靈圓柱 這隻月亮衣貝應該的防禦是比較高的 對了 到下一隻 下一隻就是大岩蛇和大光蛇 其實我為何想說一說呢 因為大光蛇的防禦力是非常恐怖的 它作為一個道場的守方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想說一說未來的大光蛇也非常好 所以大家可以多捉這個大岩蛇 準備晉升為大光蛇 今天這條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按LIKE 如果想得到寵物小精靈更多 還有Pokémon GO 更多的資訊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 如果看完這段影片 你喜歡的話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如果想得到更多新遊戲的資訊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想深入了解我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謝謝